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相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Ciao,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互相网校的意大利语A2的课堂 那么上一堂课呀,我们结束了第八单元的一个学习 那么从今天这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第九单元的一个学习当中了 那首先呢,老师呢,先给大家做一个关于第九单元的简介 第九单元我们会有十个课时的时间 那么涉及到的语法知识点呢,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是关于自反动词 第二个语法的知识点呢,是自反动词和情态动词一起使用 第三个知识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无人称聚的一个形式 那么具体这三个语法知识点,它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以及它怎样来使用呢 我们啊,会把这些知识点呢,放在这十个课时当中 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讲明白,讲清楚的 好,那除了语法方面的一个介绍之外呢 我们这场课也设置到了一些词汇以及意大利文化方面的一些东西 那么词汇这一块呢,我们主要会给大家来讲一下 衣服以及时装这一方面的一些词汇 既然在词汇这一方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开了一扇门 那么在文化和交际这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顺势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意大利时装时尚这一个产业的一些质本的情况 那其中一些具体的东西呢,我们就一起边学边看 好,那么下面啊,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第九单元的学习当中去了 那首先第一点,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老师刚刚在简介当中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第一个语法的知识点 叫做自反动词 那首先还是老规矩,一个大大的问号 什么是自反动词 那如果学过法语或者有法语技术的同学呢 一定不会对自反动词这个东西感到陌生 那没学过法语,我们也不要慌啊 毕竟我们这是意大利语课嘛 跟法语是没有关系的 老师这样讲也是让一些有法语基础的同学 能有一个代入感 那老师呢,首先就来给大家讲一下自反动词它的一个结构 基本的结构,自反动词由动词加上自反代词来构成 那自反代词又是什么东西呢 自反代词就很简单了嘛 我们大家都有学过英语是不是啊 那英语当中存在着一组代词 我们会把它叫做反生代词 反生代词,来,大家举个例子 myself, yourself,我自己,你自己 那么这一些指向自己的这个意义的这个代词 在英语当中我们会把它叫做反生代词 同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代词 在意大利语当中呢,我们把它叫做自反代词 那么自然而然啊,我们的自反动词呢,就是由动词加上这一些表示指向自身的这一些自反代词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复合的动词结构 我们把它叫做自反动词 那老师在这边要给大家强调一点啊 意大利语当中自反代词呢,和英语当中的反生代词还是有不一样的 大家千万不要把英语当中的用法转嫁到意大利语上面去 因为在英语当中啊,我们的反生代词是可以独立来使用的 而在意大利语当中的自反代词必须要和动词一起来使用 它不可以独立使用 这个呢,是一个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也是一个难点,同学们一定要小心 再强调一下,在意大利语当中自反代词不可以单独拿出来使用 必须要和动词配合来使用 好,那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反动词的一个含义和自反动词的结构之后啊 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解决第一个疑问 那么在学习自反代词过程当中的第一步 就是要了解什么是自反代词 意大利语当中自反代词的形式有哪一些 好,同样我们意大利语当中人称分成三个人称 分别有单数和负数 那我们就一一的对应的来看一下 每一个人称它的一个对应的自反代词分别是什么 首先,一有我们对应的一个自反代词是 我对应的自反代词是 也是 c 这个就是意大利语当中自反代词的它的一个形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自反动词 我们说自反动词是由动词加上自反代词来构成的 那么我们自反代词啊,它和我们的动词一样 是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形式的 那自反动词的一个圆形形式呢 我们就用动词圆形去掉词位的a加上一个c来表示 这里的这个c啊,它并不是指第三人称单数啊 它这里的一个c只是这六个自反代词的一个抽象的一个代表而已 在这里它没有指向任何人称 因为在自反动词的动词原形当中啊 词位的这个c,它不指向任何人称 这一点老师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不是说动词原形,自反动词的原形 就是指第三人称单数或者第三人称副数 没有这样的道理 那它只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形式而已 好,那既然我们讲到说自反代词啊 它是跟着每一个的人称以及单副数来进行变化的 那么同样,意大利语当中的动词 也是根据人称以及人称的单副数来进行变位的 好,这是两个基本的点 是自反动词两个组成成分 它们自己分别的一个特征 那么有了这两个特征以后 我们再加上一个基础 什么基础? 自反动词的结构 由动词加上自反代词来组成 好了,我们这里有两个特征 一个基础 那两个特征和一个基础 把它联合起来 我们怎么样?我们想到了什么? 自反动词的变位 那么自反动词的变位 自然而然顾名思义是根据人称来变位的 同时动词根据人称来变位 自反代词同样根据人称来进行变化 那是不是很简单了? 自反动词的变位 我们同时需要考虑两部分因素 一个是动词和人称代词的一个配合的因素 第二个是自反代词和人称代词 主语人称代词来进行的一个配合的因素 那这两方面综合考虑 我们把它联合起来来看 是不是一下子对自反动词的变位 有了一个全新的见解了呢? 好,我们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 来看一看自反动词 它是怎样来进行变位的 好,我们看下面这个词 Kiamarsi Kiamarsi 这个词同学们是不是很熟悉啊? 它的意思是名字叫什么什么 那Kiamarsi呢? 首先这是一个自反动词 那Kiamarsi就是它的这个动词的一个自反动词的原型 我们看它有两部分来组成 第一部分我们的动词Kiamare 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抽象的C 来代表这里的一个自反动词 把这两部分联合起来写 也就是说把这个C写到了动词原型的词尾后面 去掉词尾的A 就变成了Kiamarsi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自反动词的原型了 好,我们一起来变位看一看 Io怎么样? 我 好,我们这里要变两部分啊 第一部分是动词 动词变成第一人称单数 Kiamare我们说 Io Kiamo 好,Io Kiamo 我们有了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我们这里有一个C 要根据第一人称单数 Io来进行变化的话 我们刚刚说了要变成什么? Mi,对吗? 好,那我们有了Kiamo 有了Mi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 把代词放到变位动词前面去 变成了Io Mi Kiamo Io Mi Kiamo 那这里有一点 我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 在意大利语当中 一个基本的结构都是这样 哪怕我们以后再学新的代词 在意大利语当中啊 代词它永远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的 代词是放在变位动词之前的 是不是我们前面在讲直接并语代词的时候 也是一直来强调过这一点呢? 好,Io Mi Kiamo 那Do我们怎么变啊? Do Di Kiami 为什么啊? 因为Kiamare第二人称单数的变位是Kiami 那Si我们就自反代词Si 跟着第二人称单数Do来进行变化的话 要变成什么?Di 然后连起来 把代词放到变位动词前面 就变成了Di Kiami Do Di Kiami 好,Lui Lei怎么样? Si Kiamo 这边老师就不用再讲了啊 好,Noi Chi Kiamiamo Voi怎么样? Wi Kiamate Loro Si Kiamano 好,那在这里啊 我相信啊 有一些同学啊 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呢? 老师已经猜到了 好,我说出来 大家听一下对不对啊 有同学可能会问 那老师啊 在这边自反代词的形式 和我们的这个植兵代词形式 长得很像 那么他放到动词变位前面去了之后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代词是植兵代词 还是自反代词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好,那我们啊 就要回过去想一想 我们今天刚刚讲的 自反动词的这一个变位和结构 我们说在自反动词当中啊 这个代词和动词 它的变化是指向的同一个人称 同一个主语人称 而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植兵代词啊 这个代词做的是兵语 那既然做的是兵语的话 这个代词所指的人称 一定不是主语所指的人称 好,这边有同学要打断了 那老师 如果主语同时也是第三人称 怎么办呢? 好,那这时候我们回去看一下 第三人称单数 或者第三人称付出了植兵代词的形式 它是什么? 是不是是lo, la, li, le 而不是我们这里的c呢? 那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那关于第三人称这样的一个 有可能出现的人称重合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就解决了呢? 所以我们讲啊 植兵代词当中 直接兵语放在变位动词前面去的 这个兵语代词啊 它所表示的人称 和我们动词变位所参照的这个人称 是不一致的 而在我们的自反动词当中呢 我们的自反代词啊 和后面的变位动词 所变位的这个参考人称 是一致的 记住是一致的 为什么是一致的 再回过去想一想 我们今天讲的自反动词的变位 这个概念 那这一个致命的差别 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来区分 变位动词前面的这个代词 它到底是自反代词 还是什么 植兵代词了 对吗? 好 那老师讲了那么多这个概念之后啊 接下去呢 同学们自己来练习一下 看一看 有没有掌握自反动词的一个变位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 那我们啊 在讲了一个基本的自反动词 它的变位和概念之后呢 虽然我们做了一个小练习 但是我们还是要带大家 一起来看一些例子 为什么 刚开始学 通过例子 才能够真实的体会到 这些新的语法知识点 到底是怎样被使用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讲语上面呢 我们看到有两栏 左边一栏和右边一栏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连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看一下左边这一栏 它这里出现了一个主语 是如何和右边只剩下的半句话 把它联合起来的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 il signor Pedrini Pedrini先生 他怎么样 我们来看这里的主语啊 是 signor Pedrini 那这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的一个主语 好 那我们有了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语之后呢 我们去右边这六句话当中找 哪一个变位是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 第一个 Dicente 不对 是第二人称单数 第二个 Mi Adormento 也不对 第三个 是第一人称附属 第四个 Si Esprimono 虽然呢这边是一个 Si表示第三人称 但是后面的动词是 Esprimono 是第三人称附属的一个变位 也不是我们需要找的那一个 我们就要去看第五个 Si Veste 以后的第二人称附属 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看最后一个 COME SI CHIAMA E 第六个也是第三人称单数的一个变位 那我们到底是选E还是来选F呢 我们连起来看一下意思啊 Il Signor Pedrini Si Veste Siempre Elegantemente 这里Elegantemente的意思啊 是优雅的 好 我们看 Pedrini先生啊 他穿衣服呢 一直都是很优雅 这句话意思是诚意的 对吗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Il Signor Pedrini COME SI CHIAMA Pedrini先生 他叫什么名字 对不起 你是在讲冷笑话吗 好了 我们不开玩笑了 明显这个意思上就是不对的嘛 所以我们这边连的是E 我们连起来 一起来读一遍 Il Signor Pedrini Si Veste Siempre Elegantemente 好 那有了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 我们做下面的几句 会不会就很快了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Anche se sono stranieri 这里有一个短语 Anche se 它的意思是即使 好 Anche se sono stranieri 即使他们是外国人 为什么不说即使我是外国人 我们看 stranieri是一个附属 就说明这里的sono是什么 Essere的 第三人是附属的便为 Loro sono 那这里的意思就说 即使他们是外国人 怎么样 一样我们去找第三人称附属的这样的一个编维动词 Si Esprimono 我们刚刚在浏览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这边有个Si Esprimono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 Si Esprimono molto bene in Italiano 他们能够怎么样 很好的来用意大利语来阐述自己的一个意思 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Esprimer si 表达自己的意思 点起来 Anche se sono stranieri Si Esprimono molto bene in Italiano 即使他们是外国人 他们仍然能够很好的用意大利语来阐述自己的意思 非常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 Scusi Ley 好了 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个Ley 是一个什么 第三人称单数 对吗 错 不是第三人称单数 这些Ley是L大写的 所以在这边是表示一个尊称与您 那您 好 我们接着来看 我们需要找的是第三人称单数的这样一个变位 我们刚刚在浏览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F 它是一个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 我们那个时候解释为它叫什么名字 我们还记不记得 在表示您的时候呢 虽然是用的是表示第二人称单数 但是这里的动词是跟着Ley 第三人称来进行变位的 所以我们刚刚这里说了 Komizikiyama 其实它不仅仅能解释为它叫什么名字 也可以解释为您叫什么名字 我们放在这边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句话来讲得通呢 Scusi Ley Komizikiyama 不好意思 您叫什么名字呢 有没有一气喝成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那就是它了 下面第四个 Ketchajana 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个地方 Jana后面有一个斗号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的前半部分呢 就表达了一个是完整的意思 我们要读成 Ketchajana Jana 怎么了呢 那通常来说 如果说我们前半句话 是这样的一个语境 我们所期待的后半句话 是应该用谁吗 的人称啊 第二人称单数 你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 第一个就是 No ti senti bene 你感觉不好吗 Sentir si 自反动词 感觉 感受 好 我们还是一样连起来看 Ketchajana No ti senti bene Jana 你怎么了呢 你感觉不好吗 好 第五个 Noi in questo appartamento 我们在这一栋公寓里面 怎么样 Noi 第一人称附属 我们所期待的一个自反动词 一定是以气打头的 我们看有哪一个 Si troviamo molto bene 我们感觉非常好 我们觉得非常好 Trovar si Trovar si 这样的一个自反动词 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位于 坐落于 哪里哪里 比如大学位于 罗马路 Universita si trova in via Roma 那除了位于 坐落于以外 Trovar si 另外的意思是 觉得 或者说 感觉如何 和我们前面的一个 Sentir si 其实是 一样的意思 好 我们这边来看 Noi in questo appartamento ci troviamo molto bene 我们在这种公寓里面 我们感觉 非常好 最后一个 Oni volta che guardo la tv 好 这边已经 没得选了 只剩一个了 Mi adormento 我睡着了 我就要睡觉了 Adormentarsi 睡着 练起来 Oni volta che guardo la tv Mi adormento 每一次我看电视 我都会睡着 那么这样的孩子 我们家长是非常的喜欢 看电视都会睡着 真是听话的乖小孩 好 那通过这六个练习之后 我们是不是已经把 自反动词 放到句子当中去了 我们已经看到说 自反动词在句子当中 它具体怎样来使用 以及它具体表达的是 怎样的意思 那讲到这里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自反动词 它表达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讲了 自反动词 它表达的是 指向自己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我自己怎么样 你自己怎么样 它自己如何 那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自反动词啊 它不光光能表示 自己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自反代词的 一个复述形式 也就是说 我们你们 他们这三种形式 在这三种形式的情况下呢 它除了能够把动作 指向自己以外 它还能表达 另外一个概念 也就是 互相相互的意思 这边 同学们要记住了 在表示 互相 这个概念的时候 这里的一个自反动词 一定是 附属的形式 因为表达了 互相 互相 是一个附属的意思吗 至少表示 两个人 才可能互相嘛 好 老师光这样讲 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vedere 这样的一个动词 vedere的意思是 看见什么什么 如果我把它变成 自反动词 vedere si 那就是 互相 看见 比如说 chi vediamo 我们互相 见面 vi vedete 你们互相 见面 si vedono 他们互相 喷头 见面 在这边呢 我们一起来造一个句子 biero 和liza 互相 盯着看 好 盯着看啊 我们这里有个动词是 guardare 盯着某人看呢 就是 guardare guarduno 盯着某人看 好 那我们说 biero 和liza 互相 盯着看 那这边的主语是谁啊 是biero 和liza 两个人嘛 第三人称附属嘛 对吧 那我们这里如果 guardare 要用一个字反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 加上一个si 变成guardarsi 好 来进行动词变位 主语是第三人称附属 那我们这里guardarsi 要变成什么 si guardano 好 连起来 biero 和liza si guardano biero 和liza 他们两个怎么样 互相 盯着对方看 那这句话 我们把它来拆分一下 其实啊 它就等于 我们下面看到的 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biero guarda liza biero 盯着 liza 看 第二句话呢 是liza guarda biero 同时啊 liza 盯着 怎么样 biero 好 那么这两句话 我们把它拼起来 就变成了 biero eliza si guardano 他们两个 互相盯着看 这有没有一种 像在做数学题的感觉呢 其实啊 学外语 它就是在学 一种逻辑规则 我们的语法规则 也就是可以 变相的理解 为数学的公式 而语言当中的词汇啊 不管是名词 动词 或者是代词 它其实就相当于 数学当中的阿拉伯数字 那把这些数字 带到数学公式当中去 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 也就是我们语言当中 所要学的一个句子 我们所要表达的概念和语意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刚刚讲了 自反动词呢 除了表示自己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外呢 在复述的时候呢 它也可以表达一种 相互互相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比如刚刚我们例子当中 所看到的 Piero和Liza 互相盯着看 这样的一个相互的概念 好 那讲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有五句话 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用自反代词 来把它完成 当然了 虽然只是要求大家来进行变位 变位我们这节课一开始就讲了 但是我们不仅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 也就是说 我们不光光要变位 我们要知道变了位之后 这样的一个自反动词 放在句子这里 语境之下 它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好了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我们一会儿一起来看一下 好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五句话吧 第一个 i miei genitori dopo tanti anni amarsi siempre come il primo giorno 好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我的父母亲 在很多年之后 他们仍然像第一天的那样 怎么样 相亲相爱 那这边amarsi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自反动词 他要怎么样来进行变位啊 看主语 好了 老师一直一直在强调 可能从上A2的第一堂课 就开始给大家强调 一句话的动词 怎么样 要去看主语 要和主语来进行配合 那这里的主语是谁 mii genitori 我的父母亲 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称啊 第三人称附属对吗 loro 好 那我们这里amarsi怎么变 si amano 点起来 i mii genitori dopo tanti anni si amano sempre comi il primo giorno 那这里呢 我父母亲 si amano sempre 他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是自己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概念 还是相互的一个概念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父母亲 在很多年之后 仍然像第一天那样子 喜爱他们自己 这是第一种解读 第二种解读呢 在很多年之后 我父母亲仍然像第一天那样子 爱着对方 表示相互 这样一个概念 那每一种概念会更加契合 这个一个语境啊 很明显是相互 这样的一个意思嘛 表示互相怎么样 相亲相爱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第二句 guay due quando incontrarse per strada non salutarsi mai 我们先分别来看一下 这两个动词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incontrarse 动词incontrare 遇见 incontrarse 就是互相遇见 相互遇见 好 第二个动词 saludarsi saludare 是打招呼的意思 那saludarsi 是互相打招呼 那很明显在这边 这两个字反动词啊 它分别都是表达的一个 相互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了 我们把它带到句子当中 来看一下 主语 人就是去找主语 主语是谁 guay due 那两个人 好 那两个人怎么样 quando si incontrano per strada 当他们在路上 互相遇见的时候 no si salutano ma 你从来不打招呼 好 第三 dopo tantiani miu fratello esu sochero darsi ancora del lei 好 这句话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句话当中呢 我们这里啊 出现了一个 自反动词 dar si 好 那老师在这边 告诉大家 这里有一个 固定的搭配 叫 dar si del lei 意思就是说 以您来互相称呼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许多年以后 我的哥哥 或者我的弟弟 都可以吗 和他的岳父 仍然用 您来互相称呼 那么主语是谁啊 miu fratello esu sochero 这样呢 是一个第三人称 富庶的主语 那么我们这里 dar si要怎么用啊 非常好 si danno 好 我们连起来 dopo tantiani miu fratello e su sochero si danno ancora del lei i su tu e lidia sendirsi sendirsi spezo per telefono sendirsi 在这边的意思啊 是相互联系 那么 sendirsi per telefono呢 就是说 用电话 相互联系 那就是相互 打电话了 你和Lidia 经常互相 打电话吗 那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表示相互的 这样的一个 关系的自凡 公词 那主语是 tu e lidia 也就是第二日称的 副数你们 你们之间的话 我们怎么来 变成 sendirsi 是吧 更成 vi sentite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tu e lidia vi sentite spezo per telefono 第五个 alora noi vedersi aleotto in piazza vedersi 就是见面 碰头的意思 这边呢 主语已经很明确的 给到大家了 是 noi 那么我们就要用 ci vediamo 好 连起来 alora noi ci vediamo aleotto in piazza 我们呀 八点钟在广场上见 好 那老师题目也讲完了 那今天的课也就差不多了 那今天呢 我们主要讲一个语法知识点 叫做自反动词 那么我们也讲了自反动词的 表达的两种意思 一个是表示自身怎么怎么样指向自己 另外一个呢 在复述的时候 自反动词可以表达一个相互关系 或者互相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们也通过一些练习呢 一起来看了一下自反代词的变位 以及它所表达的含义或者概念 好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文章 把自反动词啊 放到最真实的语境当中 让大家来体会一下它具体是怎么用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了呀 非常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了 异国万花筒的栏目当中去了 好 那欢迎来到今天的异国万花筒 那么今天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再来听一下意大利一首新的流行歌曲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呢 不是老人的作品 我们来听一下电影原生 那这首歌曲的名字呢 叫做Una no de a Napuri 那波利的一夜 有没有让大家想起北京一夜这首歌呢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顺便插一句啊 那这首歌曲呢 是出自于土耳其义的导演 Otspe Deque 2010年的 Mineva Gandhi当中的一首插曲 那么Mineva Gandhi的意思呢 叫做定时炸弹 好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 Una no de a Napuri Napuri的一夜 Una notte a Napoli Con la luna in un mare Ho incontrato un angelo Che non poteva più volare Una notte a Napoli Delle stelle si scordò E anche senza ali E in un cielo mi portò Con lui volando Lontano dalla terra Dimenticando Le tristezze Della sera E in un paradiso Oltre le nuvole Bazza d'amore Comme le luciole Quanto tempo Quanto tempo Durare Quante notti Da sognare Quante ore Quanti giorni E carezze infinite Quando ami Da morire Chiudi gli occhi E non pensare Quanto tempo Dempo passa Dempo passa Damore scompare E la danza Quanto dirla Una notte a Napoli Con la luna in un mare Poi ho incontrato Un angelo E non poteva più volare Una notte a Napoli Della stelle si scordò E anche senza ali Un cielo di port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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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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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